全达巴生四名青年涉嫌当街殴打流浪汉的行为被揭发之后 今天被带上了巴生推市庭面控 但是四人都不认罪 法官允许他们以2000令吉保外候审 但是不得接近受害者 根据控状三名16岁的在籍学生和一名19岁的青年 6月5号凌晨3点 在巴生港口一座天桥底下和柏林一路 靠近超市附近使用棒球棍 殴打一名67岁的流浪汉致重伤 抵触刑事法典325严重致伤他人条文 一旦罪程可面对最高接近7年和罚款 四名被告都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他们以2000令吉保外候审 附加条件是不准他们接近受害者 案件定在7月28号过堂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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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